我们来去体检这一块地方 通常有房子的结构 当然是一个问题 当然距离也是问题 讲到亲谱大家 最大的一个问号菜种 那中文的我在台北 我在新北市吃吃头肉 我坐古典我哪会合 可是那个房价是便宜的 你可不可以用一个通勤的时间 相对于房价 它的CP值带我们检查一下 亲谱这个地方它的特性 对 现在当然这个 机械的还没有通车 但通了以后 其实从亲谱到台北火车站 也不过是19分钟 我们请蔡总为你准备一个图 蔡总我们到前面来 我们带大家看到 亲谱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以台北车站当核心 我们要怎么去检视它的CP值 你看他现在每坪 已经滑落到25万到35万了 那过去当然比较高 40万都有 但你看这个临近的台北火车站 都同样的这个时间 19分钟的通勤 你看新庄要五字头 北头七字头 内湖七字头 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的一个亲戚 他常年在深圳开商做生意 那他自己住在北头 但是他现在他的孩子都成家立业了 那他的小孩基本上是在深圳 但是也常常回来台湾 他说深圳的黄地产 市中心那个我们就不讲 什么新推广台币100多万 他们住在深圳是比较外围 深圳还蛮大 外围都要台币60万 那怎么买哪里 所以他帮小孩现在买了 真的就买亲谱 他跟我讲说你们常常讲亲谱 但是他说他觉得亲谱的房价 现在交通的便利息还没有完全展现 但是这是迟早会实现的吧 但是他认为亲谱的价位 已经来到甜蜜点 他说你看我深圳住在那个很外围 我都一瓶60万 然后假如回到台湾 距离这个什么台北都很接近的亲谱 只不过二字头 而且是新皇子 他为什么不买 所以他现在帮他几个儿子 都在亲谱卖了房子 好 谢谢蔡总 所以蔡总带我们透过通勤的时间 你看咯 这一个几乎就是一个圆的概念 圆形的家 统统通勤19分钟 结果25万35万 在这里就可以站住